我们先选择这一题 选择这个406这一题 按确定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开启 所以按程式期里面 找到这个 找到 PowerPoint的这个程式 再来一样的动作 反正每一题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启就挡 再到C碟 C碟这边有两个 那要开哪一个呢 根据题目里面要求应该是哪一个 是PPT有没有 1这个 所以按开启 Dash1嘛 题目这个地方 题目的第一行 开启 开启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其实我是觉得你要把题目看懂 比什么都还更重要 那慢慢看没关系 我们一题一题来解释 将第二章 所以你就把滑鼠点到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章 你要懂它的意思 移到第一章的位置 这两个怎么颠倒 其实很简单 按住滑鼠不要放 移到按住不要放往上拖拉就可以了 拖拉放开就是会移到上面去 往下 有没有 按住不要放 放开就会移到第一章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把这一章的背景 改成这个图档 那背景怎么做呢 按右键 这边有个背景 或者格式也有个背景 那我是觉得按右键 其实你们慢慢 如果要增加效率的话 按右键背景就可以 那 加入这个图片 我们之前有做过嘛 是什么呢 填满效果 就会找到一张图片 这个都固定的 选取那一张 在哪里呢 在C叠 一样在C叠 C叠底下的最下面 就会看到有一张叫做 PPD PPD WD MAP 这一张图档 按插入 这样子的话呢 就确定就可以了 那 他说呢 要忽略母片 这边要什么 忽略母片上的 背景图形 所以你这个地方 记得 他有墙 就必须要打勾 反正慢慢住没关系 那这里的话呢 记得要什么样呢 套用就好了 不可以全部套用 全部套用两张都会有 按套用 这样就只有这一张 有这个背景了 就完成了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呢 就是在什么呢 1跟2中间 1跟2 所以你就必须 1跟2的中间 这边有个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这时候就会 游标就一闪一闪 接下来的话呢 把那个 PPD 04-2 这个 简报呢 把它插入到这里 那你要想插入的话 这边有个插入 插入什么呢 这边记得 应该会有一个 叫做什么 插入从档案 其实拆也拆得出来 从档案插入投影片 那这边有个 所谓的浏览 它会问你说 你的档案放在哪里 那你就去找到 C碟 底下会有一个这个 PPD -02 按开启 这边就会有 秀出 这个投影片的 档案里面的简报 那它这边 要我们全部都插入 我们就选择 插入全部 你会发现这边呢 就会多了 总共有 二三四五 总共四张的投影片 按关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 我们移到 再移到第一张这里 就会有什么呢 当滑鼠移过 这边的时候 有没有 就会出现 这个黄色的区域这里 就会出现什么 美国的提示的文字 那其实 一到那边 会出现美国 你就要记得 就是插入 超连结里面 会有个工具提示 反正你只要看到 显示什么文字 就是在那个地方找就对了 那它这里有个提示 其实也是一样 跟之前那个暴龙 那个一样 就是说 你要先给它一个框举行 底下有解释 利用一个 无填满无框线 那我们先把它 框一个框框就好了 那 直接在这个上面 点两下 就会出现 这个选项 那我们 先一个个来做好了 怎么做呢 第一个 无填满 这边就有无填满 在色彩期 线条这里 这里的话 选择无线条 无填满无线条 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高跟宽 选择大小 高的话多少 1.63 有没有 再来的话 宽多少呢 有没有找到 这个提示这里 有没有 3.83 那位置的部分 这个大小就完成了 大小就是高跟宽 位置的地方的话 就是水平是 3.33 垂直的话是多少呢 9.33 所以你 一个萝卜 多一个坑 找得到就没问题了 按确定 这样就完成 这个范围了 再来还需要什么呢 它说 移到上面会有 当滑鼠移到 投影片 1的黄色 这个区域的话呢 就要出现 那这里的话 我们必须 插入 超连结 工具提示里面 打上什么呢 美国两个字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呢 把它美国两个字 把它打上去 美国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还有没有要连到 哪一个 哪一张投影片呢 这边 这一份文件中的位置 的第几张 第二张 所以我们就连到 第二张 有没有 当滑鼠移到 投影片 1的这个 然后就要 连结到正面 那正面是哪一个 它没有讲 所以正面是这一个 美超的正面 是这一个 所以是投影片 2 有没有 它说连结到 正面嘛 就是这个 按确定就好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如果已经完成的话 就按下 以下一个步骤 记得不要漏掉 某个动作 不然这一题就没有分数了 再来的话台湾 其实台湾 再来一样的方法 再做一次台湾 那台湾在哪里呢 其实你不要管台湾在哪里 台湾很小 小到只有在这里 有没有 那你就在这边圈也可以啦 它自己会移过去 点两下之后的话 一样的动作 这边 无填满 无线条 1 2的话 这边的话 大小是多少 大小是 这么小 0.42 然后宽的话是 0.22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位置在哪里呢 位置在 19.91 然后垂直的话是 10.93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 123就完毕了 你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绝对不会错 123 再来的话 按一个确定 同样的动作呢 再一次 插入 超连结 其实很小 然后工具提示叫什么呢 台湾 台湾 好 再来 移到第几章 第五啦 第四章 正面 台币的正面 应该是投影片 4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点点看 这边有预览 按一个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第四 其实第三跟第四 动作是一样 只是说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台湾 再来 当投影片 投影片二 投影片二这个地方 当滑鼠移到 美国或 台湾的纸币时 就变成背面 当移过去 那当移过去 必须怎么做 建议你们按右键 右键会出现什么呢 动作设定 反正只要记得什么 当滑鼠移过 或者点一下滑鼠 就要用动作设定 动作设定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 做什么呢 跳到什么呢 第几页 背面 那背面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在第三页 所以我们就选择什么呢 记得用 记得哦 是这边点下去 找到投影片 去选择投影片3 就可以了 背面就刚好是3 按确定 所以你大概也要记一下 它是在哪里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按一个什么呢 确定就可以了 好 确定 再来移到第四页 这边按右键 一样的方式再做一遍 当滑鼠移过的话 跳到 这边也是一样 用浏览 好吧 投影片这里 第五张 背面是第五张 按一个确定 好 再一个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五了 有没有 第五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移到 他说第六是 按一下 投影片2 2这边有个 这个叫做 美国的国旗 然后呢 要做什么动作呢 跳到 6 并且响起这个音乐 所以呢 我们先要在这边先插入什么呢 超连结 然后连到这个6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按一个确定 然后第三也是一样 这边插入 超连结 连到第六 确定 再来的话呢 移到第六 因为他要有声音 对不对 而且他说要想起这个音乐 什么什么 点MID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插入 把这个音乐加进来 有个叫 从档案插入声音 找到 C点底下的这个档 刚好有按确定 是否自动播放呢 这边选择自动播放就可以了 好 好了以后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 另存新档 PPA A 我这边有时间的限制 那这个地方 都要回到第一章 那跟前面一样嘛 有没有 跟前面那一题一样 如果每一次都要回到第一章的话 必须在 设定投影片的方式 这边怎么样呢 从 1 到多少呢 1到1 所以你就直接 1到1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呢 再把它存档 还有没有地方漏掉呢 好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地方把它先 切换到这边 然后呢 选择 评分 406这一题案 评分 406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开始 帮我做评分的动作了 那如果说你动作 都是 很明确的 反正按部就班的 这样做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会有 这个错误的可能 但是难免啦 真的是 要 很细心的话呢 也是 也是很难说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哦